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呢 老师来介绍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给他取名字叫四方格性质 这个你在课本里面大家看不到这个名字 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贴切 四方格性质在算什么东西呢 他在算的是这个几率 在算的是这个大X落在X1跟X2之间 且大Y落在Y1跟Y2之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X轴上面有两个点 X1跟X2 然后你在Y轴上面有两个点 Y1跟Y2 那四方格性质在算什么几率 算了这个几率就在算说 你会落在这个方块 就这个方块 刚好是X座标大X落在X1跟X2之间 落在这两条线之间嘛 对不对 那Y座标呢 你看Y座标落在Y1跟Y2之间 Y座标落在这边 这两个之间 那事实上就在算你的 你的XY大X大Y这个随机点 会落在这个黄色区域的几率 那会落在这个黄色区域的几率呢 这个呢 基本上可以用这个 你的Joint City分 可以算出这个几率 可以算出这个几率 什么几率呢 怎么算呢 他说你很简单 你只要有这四个端点 这个端点这一点就是X2 Y2嘛 对不对 那这一点呢 是X2 Y1 这一点呢 是X1 Y2 然后这一点呢 是X1 Y1 他说啊 只要你有这四个点的 联合的 Joint City分值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几率 算出它落在这四方块的几率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这边 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图也搞了我很久 搞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做这个图 你看看 好 我们先看看 第一个几率 他说的第一个几率是什么 X2 X2 Y2 就是落在什么 落在X2 Y2左下方的几率 就是这一块嘛 就是用 我们来看 这个投影片右边这一块 黄色这一块区域很大 很黄 很漂亮 好 那这个几率呢 他说什么 接下来先扣掉 扣掉这个 X2 Y1 的CDF值 X2 的CDF值是哪一块 我先把它画出来 就是橘色这一块 所以 他说呢 先把那个黄色那一块 去扣掉橘色这一块 好 我们把它扣掉 扣掉以后剩下什么 就在黄色这个长条 对不对 红色长条 那接下来说 欸 他说接下来再请你扣掉这一个 X1 Y2 X1 X1 Y2的CDF值 X1 Y2的CDF值是哪一块 老师是把你画出来 就这一块 粉红色这一块 他要你把它扣掉 好啊 你看扣掉这个 上面那个橘色那地方是可以扣得掉 但是下面这个 粉红色的地方就是我没有的 你就要我扣 就扣掉最后结果剩下什么 就变成这个黑的 黑的就是 所以现在就是 黄色是还剩的 但是黑的是 我没有 你叫我扣 我多扣的 多扣的 我知道怎么样 我要想办法补回来 补什么 就补这一块 X1 X1 Y1的CDF值 刚刚好就是这一块黑色 就刚才被你多扣掉的那一块 你把它加回去 加回去以后 把补空 这个补 这个补空把它补平了以后 就剩下什么 就剩下黄色 就剩下落在黄色这一块的基率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四方格的性质 那这四方格性质 如果你回想一下 它跟一维的CDF 有没有类似的性质 一维的CDF 有没有类似跟这个概念相近的性质 有的 你记不记得 一维的CDF 我们不是有在算这个东西吗 就是说 你今天呢如果是 这个大X 落在 X1跟X2之间 它会等于fx of x2 减掉fx of x1 有没有 这就是一维的 这个CDF的这个case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跟 这个四方格性质 其实是个对应的一个性质 那你这样的话 就更能够感受到说 哦 原来四方格的性质 就是以前的东西嘛 哦 你就比较觉得 哎 比较不会害怕 哎 觉得这个就蛮有意思啊 好 这是四方格性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好了 那我们刚才探讨的 就是说 XY 是离散的随机变数 但是 老子先跟大家讲清楚 刚才讲那个pnf 联合pnf 是对于 x跟y 都是离散的时候 但是刚才介绍的那个 落在这个 左下 左下边这个区域的几率 那个联合的CDF 那个倒是没有说 xy一定要离散的 xy是离散 或是xy连续也都可以哦 就跟我们以前一样 意为的CDF 不管你是 离散的random variable 或是连续random variable 你都是用同样的 你都是有CDF嘛 对不对 所以刚才那个联合CDF 是离散的xy 还有连续的xy 通通都可以合用 都是同样合用的 这个性质 那些CDF 都是同用的 好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xy 如果刚才讲是离散的 你可以有联合pnf 那xy如果是连续的怎么办 你说 虽然说 你就说你刚才不是有介绍 联合CDF 那他也可以用 是没有的时候是可以用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希望 能够分析说 在某一点发生的机会 有没有比较大或比较小啊 这些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像一维的一样 有一个那样子的pdf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定义 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先回想一下 当初只有一个变数的时候 一个random variable的时候 我们pdf是怎么定义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那就是几率密度嘛 那时候老师不是用那个 类似合金棒子的比喻来讲 就是我们要看单一 那个某个点的密度 多密多高 对不对 几率密度也是这样 pdf也是这样 就看某个区域 某个地方 它的这个几率密度多高 那几率密度是怎么看 就是说 你如果要看是 在x这一点的几率密度 pdf就是 我们就去看说 在x那边的 一小段的部分 Δx就是这一小段部分 就是从x那边一小段部分 会落在x跟x加Δx这个区域的几率呢 把它除以Δx 那这个Δx如果越小越小越有 越区域的话 这个就越接近 这个就是 收敛到最后就是 我们所谓的密度 所以就是 取 x那附近一小段 会落在x那附近小段的 那个几率 去除以Δx 这就是几率密度 这是一维的 那你就想说 一维的几率密度 是指 落在x那附近一小段的几率 去除以它的Δx 那二维呢 我今天如果有x跟y的话 我会怎么样去定义它呢 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如何把刚才这样的概念 延伸到两个变数 既然一维是落在那一小段的几率 然后去除以Δx 除以那个长度 去得到密度 那我们就想说 那二维的话 是不是应该去算说 你落在某一个小块的几率 然后去除以它的面积呢 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想要知道 x y 那一点的 这个所谓的联合PDF值 它的联合PDF值 在那一点的几率密度 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 哦 xy xy那边呢 你给它取一个小块 这边一个小块 宽度是Δx 然后长度是Δy 那个小方块 你就算说 把xy 会落在那个小方块的这个几率 那个几率去除以面积 因为你现在看二维的 所以你现在算这个几率密度 就要对x跟y 对两个维度去算这个密度的话 你就是要除以面积 对不对 像之前的话 这个case的话是 你是一维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几率密度 就是在除以你一维的那个所谓的单位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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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 单位就除以你的单位 这个这个长度单位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这是二维的 在二维的话 我们就不是除以长度 我们就要除以什么 就要除以二维这个东西 就是面积的 所以你看 就是把你xy 会落在那个小方块 非常小方块 xy 以xy那附近的一个小方块的几率 除以delta x delta y 让delta x delta y 也让它趋近于0 就像前面这个一维的case一样 趋近于0 这一个最后收敛到的那个值 就是我们在所讲的 在那一点 xy的几率密度 联合几率密度的值 ok 这就是所谓的joined pdf 如果xy两个都是 连续的随机变数 我们就可以定义 它有0的pdf就像来讲 就是落在xy 这一点 你要记住 这一点 这一点是xy 然后这个宽度是delta x 然后这个宽度是delta y 就落在xy那附近 一小个方块 一小方块的 小区域的那个几率 去除以 它的这个delta x 跟delta y 这个除以出来的这个密度 这就是它的几率密度 ok 所以呢 你这样除出来之后 好 你想想看 它落在那个小方块的几率是什么 我们如果把它 这个 用数学一点方法写 你看 这一点 是xy 你看它的宽度是delta x 所以就表示你的大x要落在什么 如果你今天xy会落在那个小方块 就是表示你的大x是落在 小x 跟小x加delta x 对不对 这一点是 是 x座标是x 对不对 然后这个宽度又是delta x 对不对 所以就表示你的 x座标一定都是在 x跟x加delta x之间 对不对 同样的 你这一点的座标 如果是 y座标是y的话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是delta y 那表示你的xy如果落在这个方块里面的话 它的 这个 y座标大y一定都是在小y跟小y加delta y之间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这个几率 落在那小方块的几率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几率 对不对 好 写成这样子的几率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这个几率 跟我们刚才学的什么性质很像 有没有 这不是四方格性质里面的那个 那样式吗 x落在两个数字之间 且y落在两个数字之间 这不是在四方格的那个性质里面讲到的吗 对不对 我们就很兴奋了 诶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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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这个前面这个是x加Δx y加Δy 减掉这个x y加Δy 好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有一个函数 好你这边y加Δy y座标都没有变 二维的函数 但是其中你x座标 其中一个加了小Δx 另外没有加 两个相减除Δx 这是什么 然后limitΔx去区 这是什么 这就是partial啊 就是偏微分嘛对 partial partial x 因为你虽然是只有x那边有加小Δx 所以是等于对x做偏微分 所以这就是fxy 在x跟y加Δy那一点的对x偏微分 那同样的道理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x有加一个Δx 那这个x座标 这确实有加一个Δx那去减 然后两边呢 y座标都维持y 都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这一整个东西 所以你看这整块东西呢 它是怎么样 它其实就收敛到 也是一样偏微分 对什么偏微分 对x偏微分 因为你现在这个increment 这个小Δx 小Δ是加在x那边的 对不对 所以是对x偏微分 然后xy的xy 好 这个地方如果对微积分比较不熟的同学 你不了解没关系 这个只是给这个对微积分 有些认识的同学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看得懂 不认识的同学没关系 反正你今天这个 重要的是后面推导出来的性质 你会用就好 那 但是理工的同学 我也希望你要能够了解 好 你看看这个式子最后可以推导出来 就是 诶 它变成是Δy分之一的 fxy 对partial 两个partial相减 好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呢 好 我们就看到现在说 诶 那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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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呢 它现在可以看成就是 会变成是 诶 两个这个 这个 join cdf 先partial x 好 啊 再减这个 你看 诶 这地方y加delta y 这边y 诶 然后外面又除一个delta y 诶 看起来这个是什么 这就可以再弄出一个对y偏微分的这个形出来 好 所以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哇 原来这个 join pdf 跟join cdf 它有这样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join pdf 小f的xy 会等于大的fxy 先对xpartial 做偏微分 再对y做偏微分 当然 你这顺序调换也可以 反正基本上就是要做一次对x的偏微分 然后再做一次对y的偏微分 诶 那你看看 诶 有这样的关系的话 事实上 这个join pdf 好 跟join cdf 你也可以发现 他们有这样的关系 什么 诶 小f 是大f 对x 跟对y偏微分 所以大f 会等于是小f 对x 跟对y 去做积分 所以你看 这个 这个join cdf 在xy的值 就等于join pdf 从负雄大积到x 还有从负雄大积到y 那里面这个 这积分的这个variable 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这个这个积分variable 因为x 跟y 已经被拿来当作积分的上下线了 所以你这积分的这个变数 这个英文叫做dummy variable 这个是用完就丢的这种变数 你今天用 用什么 都没关系 阿们通常用u跟v表示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发现 哦 原来join pdf 跟join cdf 跟以前的一维的pdf和cdf一样 以前的一维的pdf和cdf 两个之间是有互相的关系 我告诉你cdf 你维分就得到pdf 我给你pdf 你pdf积分就得到cdf 对不对 那二维的两个变数下的join pdf和join cdf也是一样的 我给你join cdf 你把它偏为分两次 你就可以得到pdf join pdf 我给你join pdf 你把对x跟对y分别积分 你就可以得到join cdf 所以给你哪一个 都可以用 好 那join pdf呢 这边呢 知道这个join pdf的概念之后 老师稍微再提一个事情 之前呢 我们有提过说 一滴的这个pdf 好 我们说pdf是什么 在pdf 小f在这个x的值 就是 它落在x跟x加deltax 那个小区间的几率 去除以deltax 我们说这个就会很接近 这个pdf的值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把deltax移到另外一边的话 那就变成是 你的这个 这个大x会落在这个小区间 也就是落在这个小区间的这个几率呢 会非常接近 好 这个在那一点的几率密度 乘以deltax 这个 我们一直讲过非常多遍了 对不对 这是一维的 那所以你这用在二维的呢 两个random variable的case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你落在 这个小方块 这个几率 xy到小方块 也就是这个小方块的几率 落在小方块的这个几率 它会很接近什么 因为你记住 刚才讲过这个2d的pdf 2d的pdf 就在那一点的几率密度 是怎么来的 还记得吗 就是落在那个小方块的几率 去除以deltax deltay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你把deltax deltay移到另外一边去 我们就又有这个近视值了 就是以后你发现说 我一个小方块小区间小区域 xy会落在那个小区域的几率 就是等于在那一边的点的pdf joinpdf的值 去乘上那个小方块的面积 就deltax deltay 这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近视值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二维的时候 两个pdf 两个这个随机变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近视 好 好